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59岁刘德华 误发思照后秒深 现状曝光影热议 人到中年 谈什么脸面 一起来听 许久没有作品的国民男神刘德华 在前几天 悄悄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原因惊人是 他手滑发了一张 未经修图的照片 之后他又匆忙删掉 重发了一张经过了美颜的照片 这个可爱的举动 让大家纷纷感叹 原来男神也有偶像包袱 前阵子 刘德华还在粉丝后援会的活动中 自嘲过去一年 因为身体健康和疫情 取消了巡演 去年年初 刘德华因患流感 不得不取消七场巡演 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年的档期 又碰上了新冠疫情 被迫暂停巡演 他还感慨 自己照镜子时 发现长出了许多白头发和皱纹 知道自己老了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一直觉得刘德华不会老 一晃 原来他也已经59岁了 其实刘德华火了这么多年 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爱 早已跟容貌无关 就像网友说的 不管岁月如何流逝 华仔永远都是华仔 刘德华的成功也并非偶然 或许从他的经历中 我们能窥淡到一些人生启事 刘德华并不是一夜成名 最初他作为TVB训练班的一员 只能在片场跑跑龙套 跑龙套的三四年里 刘德华几乎只能当当背景板 连露脸都很少 到后期才慢慢有了上进的机会 但即使角色再小 台词再少 只要有演戏的机会 他都会认真对待 特别拼命和敬业 有一次 刘德华得到了一个 给周润发演保镖的角色 由于发哥身高不高 为了更真实 刘德华还特意去借来了高跟鞋 没想到 戏还没有开始 他就歪了脚 这也让当时已经大火的发哥 对这个小配角留下了印象 后来许安华在为自己的电影找角色 发哥亲自推荐了刘德华 他说 有个人我觉得挺合适 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但前不久啊 在我的一个戏里养过角色 这小子很帅 演戏很拼 当时的电影总摄像 钟志文 也推荐了一个人 他说 在之前拍过的一个戏里 有个小伙子人特别帅 阴沟鼻 拍戏很敬业 也很拼 结果 许安华一问 才知道 两个人都同时推荐了刘德华 于是刘德华 得以有机会 从跑龙套 到出演电影里的重要角色 这也让他开始在娱乐圈内 展露头角 不只是跑龙套 刘德华对待任何事情 都特别认真 即使是跑腿打砸 有一次 曾志伟的造型师没空 于是公司安排了 曾经做过理发师的刘德华 去给曾志伟剪头发 当天清晨六点 刘德华就赶到了曾志伟家 当时曾志伟就对他说 你这么勤奋 以后一定会哄的 刘德华曾经说过 在漫长的跑龙套日子里 我没有气馁 既然踏上了这条路 再累也得坚持 成功不是必然的 但努力是必须的 机会就在身边 看你有没有拿出 百分百的努力 如果有 别人能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 别人能得到的 你也能得到 即使成名 刘德华也是圈内公认的拼命三郎 公司的经验开末 有人问过他 这么努力的源头是什么 他说 当你把努力 编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就不会有压力了 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 这是多少人做不到的事情 很多人会说 我努力过了呀 但是没有用 实际上 大部分人的努力 远远够不上质变 他们的努力 是阶段性的 想起来就努力 累了就放弃 要知道 如果努力本身 不能使你快乐 慢慢前路 便只剩压力和痛苦 每天调节自己的负能量 都来不及 谈何出类拔萃呢 就像刘德华说的 成功不是必然的 但努力是必须的 从量变到质变 没有什么会辜负 你的坚持与努力 只有当你把努力 变成习惯和快乐时 才是你蜕变 和跃迁的开始 刘德华最初只是演员 后来得以晶晶歌坛 成为一代天王 全靠他的厚脸皮 刘德华还在 跑龙套的时候 就曾经为林子祥 当过舞伴 也为他当过配角 有一次 在拍戏休息期间 有人提议去KTV唱歌 于是 林子祥和刘德华 一行人便去了 当时的林子祥 已经失效歌坛的地位 但在大前辈面前 刘德华一点都不确诚 反倒落落大方地唱了起来 他的嗓音也得到了林子祥的夸赞 刘德华曾经在采访里 提过这件事 他说 我刚从训练班出来时 陪林子祥拍音乐录影带 每天跑来跑去 陪他聊天 他跟许安华也说 这个小孩不错 后来 刘德华经常厚着脸皮 去请教林子祥 唱歌方面的问题 林子祥被他的热情 和真诚打动 开始慢慢教他唱歌 带他走入了音乐圈 可以说是 刘德华演唱事业的恩师了 在成功的路上 主动寻求机遇很重要 实力和机遇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很多人在机会面前 要么视若无睹 要么拉不下脸面 最终白白错过 如果当时刘德华 没有在林子祥面前唱歌 或许之后 我们也无法听到 刘德华的歌后 你就没有忘情水 爱你一万年 中国人等经典歌曲了 有时候 后点脸皮也无妨 无论是在校园里 职场上 甚至是创业 都是一样的道理 学到东西 得到机会 就是自己的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萌新 很多时候 遇到不懂的问题 不敢去问 遇到表现机会 也不敢去争取 就这样浪费了一次 又一次的机会 面子是别人给的 脸 却是自己挣的 不要因为脸皮薄 而错失了一个 原本可以改变 你人生的机会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刘德华刚火了没多久 就因为拒绝和TVB签约 而被冷藏了 于TVB几月之后 刘德华在十年内 都不能在其他地方拍电视剧 这也让刘德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了出路 但是 他并没有气馁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不断学习唱歌和英文 再加上之前和林子祥拍戏那段时间 刘德华一直在学习唱歌 收工之后 还跑去附近的酒吧住场 提高微博收入的同时 练习自己的唱歌技巧 于是后来 他开始向歌手转型 这次转型 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演员 成为了一代天王 即使到了现在 刘德华也没有放弃学习 他曾经说过 自己每一次开演唱会 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他也表示 自己还想尝试当导演 他说 我一直都在学习 我就觉得 我一辈子一定要当一次导演 但是到现在 仍然发现挺难的 每一次想当的时候 都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人都比我好 所以 还是一直在学习中 如今 已经五十多岁的刘德华 都仍在不断学习 这也难怪 他能活这么久 有人问过刘德华 那些年轻演员 没有说过系统训练 就去演戏 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 怎么办呢 他说 没有天赋没关系 人生每一天 都在学习 反观许多人 一旦离开了校园 还会继续学习吗 你有多久 没有学习一下 个新的技能了呢 我们总在感叹 别人的生活 感叹别人的成功 其实 厉害的人 不过是比你 多学了一点东西 许多事情 不是靠天赋 而是靠 不断学习和精进 人或一辈子 如果停止了努力 总有一天 会被时代淘汰 看完刘德华成名的故事 我们会发现 成功的人 有一百种成功的方式 但他们总有一些 相同的品质 或努力 或主动 或坚韧 又或是 急者兼有 或许有人会说 那我怎么样 才能在对的路上 不断坚持呢 一 找到热爱的事情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就会忍不住努力 这是一个良心循环 任何行业 努力至多帮你存活 只有发自内心的爱 会帮你出雷拔萃 二 成就感 是最好的内区率 设定目标 并制定可行的计划 一开始目标 可以说得小一些 并严格遵循计划执行 当你达成一个个小目标时 内心的成就感 会刺激内非态的分泌 这种愉悦感 会成为你 最好的内区率 三 悲观的人 往往正确 乐观的人 往往成功 你说出的话 就是你的人生 经常说太难的人 往往也会被这种心理暗示 最后生活 真的会变得很难 减持对自己进行积极暗示 建立自信 积极的心态 是成功路上 不可或缺的一点 通往成功的路上 风景 也许并不美好 但我们在意的是远方 让我们在通往牛逼的路上 一路狂奔 一路狂奔 伤心 看一下 看不见 我们在市场 的路上 预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